时时多多同修 常常来问 我们要怎样修设 将来才有把握往生 那么佛在这个地方 为我们说得很清楚 只要我们依教风行 那就是决定的 所以这个地方 几桩素质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所修的 于此经典 这一句话要尽 这就是叫我们专修 专修 无量寿经 专修 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步 所以连持大肆称之为大本小本 无量寿经说的详细一点 倪陀经说的简单 扭乱要一点 只是文字有长短 说法有广流 内容完全相同 这叫我们专修 这叫我们专修 专在一步经上 用功夫 那么无量寿经 当然了 方便 弥陀经 实在说呢 太简略了 我们粗修 我们粗学的人 往往在这部经中 看不出 看不出 他深妙的历理 这一定要等到 李延迟大师 写了这本书超 欧夜大师写了要解 我们才知道 弥陀经的内容啊 非常非常的丰富 读这个书超啊 再加上演绎 实在讲呢 绝不亚于 大方广佛 华严陀 实在是太殊胜了 我们一心一意 在一生当中呢 就设一步经典 职业定理成功 设一步经典呢 给主说 好在哪里呢 戒定慧三舍 你统统去做 戒舍 持戒 这就是受法 受规矩 佛苦口婆心的教导我们 于此经典 我们真的接受 完全接受 一教风行呢 这就是持戒 这就是持戒 就是受法 遵守佛的教导 端学一步经呢 这个心是定的 那就定是有了 我们学得太多 学得太杂了 这个 这个清净心呢 很不容易得到 这个法门 这个经典 是一切祝福之所赞叹 一切祝福之所 弘扬 一些菩萨之所 遵循 我们也能够 选择这个法门 这是高度的智慧 绝对 不是小智慧 所以你决定 选择 这个经典法门呢 是戒定慧三舍 通通绝绝